嗨 玩们 去年我刚搬到这个家的时候 你们看 多么整洁干净啊 住在这样的家里 每天心情都超好的 但是你们看一年过去以后 这已经是我很经常去整理的情况了 依然有很多的杂物囤物 凹克这么多的衣服 所以说2023年的最后一天 我要干一件大事 就是断舍离 首先呢我们就来先整理一波衣服吧 这些很多其实都是品牌寄过来的嘛 我基本上呢 也就是拍照穿了一次 以后就没有再穿过的了 所以今天呢 这么多也都是跟我的大伙们一起分享 比如说这一件啊 当时我们不不很受欢迎的一个真枝开衫 它是个假两件的 上升以后特别的减零的 可以跟你分享哦 还有这件啊 白鲁赵鲁斯都特别喜欢的品牌 我到现在都没怎么穿的 这个也断舍离一下吧 打开这个衣柜 我才发现这里面的牛仔裤 我可能都800年都没打开一次了 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牛仔裤在这儿 我都不知道呢 这些个仙女连衣裙们 还有这里面的一些真枝衫们 也都给你们整理一些出来断一下吧 还有这些个包包 全部都是一些品牌寄过来的 特别好看的小包包 其实这些个小包包 我到现在看 我还是觉得挺好看的 而且是那种很百搭的嘛 只是呢 我家里包包真的太多了 所以这些就全部都送给你们哦 然后就到了我这些个饰品环节了 给你看看 我当时还订做了这种满满的大格子 现在都全部放不下了 这些小爱心啊 钻钻的很多都是我没有用过的 其实蛮漂亮的 就是找不到场合机会用 还有这条珍珠钻钻的choker下面 还有一个小星星 真的好漂亮好公主 就是属于你随便配个针织衫啊 小礼裙都很好看的 还有这种小小的简约款 但是有点小设计在里面 而丁像这种小小的粉钻链条也特别漂亮 喜欢酷一点的 还可以尝试一下这种链条加珍珠款 一个这样的硫酸爱心小耳环 这个就感觉是你们日常都能戴的 还整理出来了一个特别好看的小胸针 是一个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希望收到这个的宝子们 丢光点要用起来哦 大家清理一下我书房里的这么一大堆东西子 其实阿姨已经给我来整理过一次了 而且她都一个一个给我这样码在墙角的 但是呢我最近又收到很多圣诞礼盒吧 我就全部又堆在这里了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又被我搞得乱七八糟了 这些礼盒呢都在圣诞开箱里面给你揪了哈 没有看的宝贝们往前翻一翻 还有沙发上这么一大堆娃 看上哪个请直接告诉我好吗 最后就是一些家里的杂物啊 零食还有一些柜子冰箱整理了 你们看我这一柜子里 全部都是茶叶啊保健品啥的 还有这边的饮料柜 零食们 你们看我两三个月前买的愿奶奶 到现在一瓶都没有喝过 其实我已经比以前少囤很多了 但是就这种情况下一年下来我都还剩这么多 所以说我真的建议各位姐妹们 以后就是有需要再去买 你想要一个月的量你就去买一个月的 你千万就不要想着 他来买几个月的好便宜 我肯定会喝完的 你要这样想你就永远都喝不完 新年了嘛就要有新气象 像这些已经超过三四个月都没有用过的东西 你就全部把它给清理掉 大概率以后也是不会再喝了的 不要舍不得 你这些东西你留下来堆在这才浪费 你看这些都是之前买的什么爱纠贴啊蒸汽 知道现在都不会用了 所以你买东西之前啊真的要先深思熟了一下 自己是否是真的需要这种东西 而且你是不是能够坚持去使用它 好啦我的东西都差不多整理好了 其实断舍离这个过程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加清楚的认知到自己的真正需求 从而过上更加有意义更轻松的生活 不仅是物品断舍离 精神上也同样重要 减少一些负面的情绪堆积啊 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社交 定期的去进行一些自我反思 都有助于帮我们过得更加简单更加满足 趁现在新年交集之际 大家赶快行动起来一起断舍离 迎接美好的2024年吧 感谢观看